好,各位房东朋友好,我是莉莉 上次我跟大家讲了是关于当租客看了我们的广告来打电话 要求看房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适合的租客安排看房 在这个看房的过程中,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大家观察的这个细节和筛选的这个方式还是一样的 首先呢,我想提醒你的呢,是当这个租客约好了这个看房的时间来看房的时候 他有没有准时来看房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的细节 如果这个租客可能会晚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时候 他有没有及时的提前去通知你 如果呢,有这种情况呢,没有关系 如果这个租客呢,没有提前通知你而迟到的话呢 这样的租客呢,我们也要小心 我自己呢,就有过一次这个经历啊 这个租客呢,当时我有一个open house 实际上是给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来看房 其中呢,有一个租客呢,迟迟就没有来 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想,我可能等他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 好,等了五分钟,十分钟,他还是没有来 结果呢,我就准备离开了 当我刚刚把这个门关上的时候 在楼道里走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租客出现了 那租客呢,也没有讲他对不起 就来看房了 他看了房以后呢,就非常的满意 然后呢,就想呢,我要填这个申请表 当时呢,我也查了他的这个工作的背景 他呢,没有这个房东的记录呢 是因为呢,他原来呢,是自己拥有房子 然后把房子卖掉了 现在呢,暂时的来出租 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去查他这个房东的这个信息 但是呢,这两个夫妻两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啊 这夫妻两个人的工作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就接受他们做我的租客了 他在这个租的过程中呢,从来没有过挽交租金的情况 后来发现呢,他们不是非常尊重人 跟你之间呢,会产生一些矛盾 当时呢,因为我这个是个townhouse 我最后呢,还是提前让他们搬出去了 我们呢,用的是一个协议解除租约的这个表格 所以我自己从这个经历中呢 我自己感觉到,就是我当时忽略了这个细节 他们迟到了,没有跟我说这个道歉 所以大家要注意,如果这个租客不准时 有没有提前给你通知的话 大家知道这样的租客可能是不太好的租客 还有呢,我也相信有些房东朋友们也经历过 是当租客约了时间,没有出现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当租客跟我们约了时间 但是租客也没有来电话 也没有来短信 就是没有出现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那我想问一下房东,你会不会 当他们在约定的时间没有来的时候 你会不会打一个电话回去问他们一下呢 或者讲呢,我想知道你的这个预约是这个时间 你现在在哪里 我想跟大家的回答是呢 千万不要 因为如果这个租客 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守时的租客 也尊重你时间的租客 他一定不会说跟你预约以后 他不提前跟你讲 就完全消失 所以呢,这个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 大家不要打电话回去 也不要再去问了 还有一个细节呢 我在租客看房的时候 我会非常注意的呢 是当这个租客进房门的时候 他有没有主动的脱鞋 这个呢,是我在这个筛选租客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为什么我会观察这个细节呢 因为这个细节呢,就说明这个租客 他平常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习性是怎么样的 我想呢,大部分情况下 可能他住进来的时候 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习惯 特别是呢,如果是房东朋友 你的这个出租房是地毯的情况下 可能你要更加的来小心 还有呢,就是在看房的过程中 他看了房子,他非常的满意 主动提出来说 我对你这个房子非常感兴趣 那我下一步怎么做 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要多问他一些问题 包括呢,我们在电话中问的一些问题 我们重新可以再问一下 然后确认一下他这个信息 是不是他当时在电话中讲的 如果他给你提供的信息呢 有一些差异的话 这个呢,大家要小心 在这个租客看完房 感兴趣,在走之前 你跟他讲呢 你说所有感兴趣的租客 我会让他们填一个正式的申请表 填了这个申请表之后呢 我会做背景调查 大概呢,花两三天的时间 我如果呢,你是我想找的租客呢 我到时候查完了这个背景调查 我会跟你联系 还有呢,你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呢 跟你的租客再讲一下 你对你的租客的要求 比如说呢 你的租客要定时的交租 另外呢,要把房间呢 能够保持干净和整洁 这是你所需要的租客 还有呢,你要定期来查房 希望这个租客来尽量的配合 如果呢,这个租客听了你所有的这些要求之后 还是感兴趣来租你这个房子呢 你就可以让他填这个申请表了 我们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方法来观察这个租客 包括呢,如果有可能呢 你可能会看一看这个租客 他车里的状况是不是很干净 还是乱七八糟的在车里面 这个呢,也能看出来 这一个人的生活的这个习惯 这个呢,大家可以自己也做一下思考 看看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很好的能够把这个适合的租客 好的租客来选出来 我相信有一些房东朋友 遇到了不好的租客 造成了一些损失 一定是在这个筛选过程中 某一步忽略了 有某一个细节可能没有观察到 或者说观察到了 可能呢,就没有太在意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呢 如果要想轻轻松松的做房东 我们一定要做好筛选 这是我们这个房东的一个责任 当我们每一步的筛选都做到位的时候 我相信你找到这个坏租客的 这种可能性会大大的减少 如果呢,房东朋友们 自己没有太多的把握 也想知道我是怎么样来筛选租客的 也欢迎你们呢,跟我联系 可以以后呢,来上我这个出租房的讲座 讲座呢,会跟大家聚起来讲 我的六步筛选的一个过程 一些细节,怎么样问问题 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场会有一些 这个具体的操练 让大家来练习一下 怎么样去跟这个租客来沟通 租客提出什么问题 我们怎么样来应对 好,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的视频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也欢迎你点击下面的订阅 继续的关注 好,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